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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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说了,其实这段时间,无论带股市是Risk On 还是Risk Off 油价都是比人强的,好像不跟大队,有什么事呢? 是的,你说得很对,分化其实很明显地就是油有一个分化 它是分化地,是很强地分化 有这个情况,我想主要是与大家对经济的预期有一个关系 可能大家都觉得疫苗继续这样打下去,经济会慢慢会好 也开始讨论着接种了疫苗又不用隔离,类似这些气泡 可能不只是车,可能连航空的一些交通,其实都可能会逐步逐步地恢复 这方面,可能真的对石油和能源的需求,其实会带来一个帮助 当然,在现在这个时段,刚刚也是北美的駕駛高峰期 或者北半球的駕駛高峰期,大家的封锁措施开始取消之后 大家是一个爆发性的,积压了很久 他们说,我要駕駛去玩,我要跨州去玩 在这个前例下,大家都会对需求有一个憧憬 Alex,其实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图,经常我们会留意OPEC加 我想今个星期,不知道这个因素会如何左右油价走势 因为油价其实今年以来的升幅都差不多有50% 今天星期,7月1日,就会聊天 看看8月或者1月后的增减产的消息 上星期,《伟加日报》就爆了一些消息 就是说8月,估计他们讨论会每天增产50万桶 我说完之后,其实是不是因为数字比预期低 所以油价有力,还是怎样 最初看完之后,其实我是有点怀疑人生 就是这样的,为什么 为什么增产还升呢? 对,而你其实看回那些盘形图 那些蓝色是一路上升 其实2月除了有一次减少了之外 去年6月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增产 是,没错 油价都是富饶即上 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 OPEC或者俄罗斯的增产步伐 是很黑制,很黑制 50万桶,10岁 是的 问题不大的,石油市场是可以消化得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无论是美国那边的石油库存 又或者是全球的石油库存 其实都是在减少 代表着市场是有一个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需求面 可能大家已经是幻想着 当然是我们要回到疫情之前的事件 那是幻想来的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是没得 很多变种病毒 但是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憧憬 所以在OPEC和俄罗斯 它现在和之前的比 可能还欠了500万桶的一个产量差距的情况 你的库存就有机会继续减下来 从而可能就会令到那个价格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说针对今个礼拜 油座的会议 那就增产的可能性都很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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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imposed 感谢观看